中秋连假进入尾声 高公局预估今天北返车潮涌现 国道交通量上看114百万车公里 是平常的1.3倍 其中又以国道5号北返车潮最多 像是今天一大早9点 在偷城闸道口就开始出现塞车的情形了 车速一度不到30公里 雪岁通过量要比去年同期增加13% 预估还一路塞到晚上6点才会稍微缓解 其他中南部地区的国道路段 高公局也公布九大尖峰时刻 要提醒大家 中南部国道路段北返车潮 都会集中在下午2点到3点涌现 又路人返家想要一路顺畅 记得要避开地雷时段 中秋假期收假日一大早 北返车潮开始涌现 尤其国武雪岁往北方向 偷城闸道口就已经开始塞塞塞 车速不到30公里 塞车梦愿预估会一直持续到晚间6点 才会稍稍缓解 行车时速是平日的七倍 一路归宿几近雪岁 通过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3% 高公局预估中秋廉价最后一天 国道整天交通量会达到114百万车公里 注意要避开九大尖峰 地雷时段 除了国武可能整天都在塞之外 北部国以北向 圆山道大华系统上午10点 车流也开始涌现新竹往湖口 关西往大溪路段 预估3点之后 也会出现拥塞情形 中部国以北向同样要注意 西罗往浦岩 南屯往后里路段 还有铜锣往铜屋 在下午2点过后 也会陆续出现北返车流 国三北向部分 竹山往中心 草屯往雾峰 还有沙路到大甲 也建议尽量提早在下午3点前 就要赶快出发 国五的部分 北向的头层之平路段 有车多庸舍的情形 现在就有车流慢慢涌现的迹象 北返的民众可以多利用 上午的时段出发 以避开塞车 中秋要开新售价就要避免塞 在国道上避开地雷路段 尽量提早出门 让返家之路 更同场景台北综合报道 北返车潮涌现 甚至塞进了国道清水服务区 今年一大早 就有为了避开塞车 提早出门的驾驶 来这里用餐跟休息了 清水服务区预估 今年中秋廉价的营业额 将超过一千两百万 虽然跟去年同期比起来 开始稍微少了一些 但在疫情影响下 也算是开出红盘 廉价最后天的上午 国道三号清水路段 不论南下北上一路畅通 不少从南部北返的民众 一大早就出门 就怕会塞在车阵中 这回中秋节放四天假 也分散民众北返的时间 再加上有许多替代道路 让国道中部路段 都还算畅通 而这回出游返向人潮车潮 明显比端午节多 游客出门都口罩戴紧紧 就怕假期结束 会造成国内疫情升温 不少人南来北往开长途 都会来到服务区休息吃东西 清水服务区中秋廉价 平均每天营业而破三百万 预估四天营收 都可以超过一千两百万元 即便受到疫情影响 游客们平均停留时间缩短 但依旧会用餐或买半熟礼 也成功带动服务群营收 业者也期盼在国人坚守防疫的情况下 让疫情赶紧结束 恢复到以往的生活 让下一次的廉价 业绩可以再创新高峰 今天中央晨洁台中报道 假期就要结束了 出游的游客们也准备要返乡 花莲金三角商圈 就挤满要买半熟礼的游客 还出动警方到商圈 进行交通疏导 而这次游客大量出现 不少店价钱都是大牌长龙 业者开心地说 这人潮比暑假期间 还要多了一倍 门太久的买气终于大爆发 车潮涌现 店员们在店里忙进忙出 一边捕货一边忙着招呼客人 民众来到半熟礼店 拿着满满商品离开 镜头转到这间知名的剥皮辣椒店 外头出现排队人潮 甚至还有民众远从彰化而来 不过结果却是 辣椒好像卖完了 中秋假期即将结束 许多游客们纷纷准备返乡 返乡前夕 花莲金三角商圈 涌现观光客 业者表示 这波中秋假期人潮 比起暑假期间多了一倍 游客潮涌现 当地甚至需要出动警力 进行交通疏导 不过人潮就是前潮 业者趁着这一次廉价 好好弥补疫情期间的损失 开心旧经济 谢谢陈敬业花莲采访报道 今天是中秋节 今年的月亮更是魁为八年 在中秋节当天刚好碰上满月 不少民众都很期待 今天晚上能够赏月 但是气象局预测了 今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减弱的关系 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平地 都有可能下雨 但是残留云系到了晚上 就会开始慢慢消退了 所以越晚看到的月亮 就会越为清楚 但是东南部 恒尘半岛跟马祖地区 云量会比较多 还会下局部短暂震雨 因此这些地方 想要赏月的话 可能就要碰碰运气了 我值得注意的是 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 会有入秋首播 微弱东北风就要报到 到时候北台湾受到影响 在阴风变的降雨几率增加 气温也会稍微下滑 一家人团聚烤肉赏月 享受天伦乐 廉价最后一天也是中秋节 又碰上睽違八年的满月 民众都迫不及待赏月去 应该会带他们去看一个月亮 今年好像是什么八年一见的 什么满月吗 中秋节 观察月亮 但今年中秋节 想要看到又圆又大的月亮 可能要等晚一点了 因为太平洋高压减弱 北中南部的平地 都有可能降雨 不过残留云系到晚上会渐渐消退 但东南部恒沉半岛 以及马祖地区云量比较多 会有局部短暂至雨 上月还需要碰点运气 只要是天气晴朗的状态之下 看得到月亮的地方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观赏地点 可能下午的时间会稍微 天气会稍微有点云 那月晚的话天气会越好 看到月亮比较高的几率 会是出现在今天的一个深夜之前 至于周五到下周一 会有入秋首播微弱的东北风报道 北台湾是主要受到影响的区域 位于迎封面的北海岸 东北较云量增多 会有局部降雨 大台北东侧和宜兰也有可能降雨 被封面则维持晴朗炎热的天气 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震雨几率 气温也会有些微波动 跟这几天相比 在高温的部分 大概会下降个一两度左右 但是变化上不至于到很明显 中秋节这一晚 就盘天气能晴朗些 跟亲人好友一起赏月月圆人团圆 记者徐姐许兄明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